第三期题,请问硫化细菌产生的养分化学是为何?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得到了,我们的硫化菌是依赖化学合成,获得养分 那获得养分合成的方法跟光合作用类似 它告诉我们最后是产生糖类,碳水化合物 我们当然也晓得光合作用最后的产生结果就会产生糖类 所以我们最后产生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糖类,我们的养分来源 糖类就是碳水化合物,就是像这样,碳跟水结合在一起要碳水化合物 所以第三期题问我们说,请问硫化细菌产生的养分化学是为何? 我们答案选的是CH2O